杨贵妃是历史上有名的美女,她容貌倾城,体态风雨,是李隆基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。 其实啊,杨贵妃本来是李隆基的儿媳,只不过因为她实在是太美了,李隆基也无法按捺住内心的悸动,就与自己的亲儿子抢起了女人。 杨贵妃受宠并不假,可她从来都没有生育过孩子,这与她所得到的圣宠相比起来,简直让人不可思议。 并且李隆基父子又都儿孙绕夕,所以很有可能是杨贵妃自己的原因。 可是,她为什么会终身不育呢?有人说呀,唐代都是以胖为美,难道是因为杨贵妃太胖,导致怀孕困难吗? 其实啊,历史上的杨贵妃并不是体重过人的肥胖美人,而是穿衣显瘦,脱衣有肉的丰满少妇。 她的朱元玉润正是她的风韵所在。 事实上,杨贵妃为了一直受宠,常年都在服用香肌丸,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种美容药,能够让她的肌肤更加的光滑白皙,同时还能够掩饰住身体上的异味。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,杨贵妃是有糊臭的,所以她为了不让皇帝厌弃自己,只能每天靠这种药物来赶走身体上的臭味。 但是香肌丸可不是普通的美容药,它是由摄香等材料制作而成的。 摄香是香料,更是一种药材,经常服用摄香会使女人彻底失去生育的能力。 所以杨贵妃利用香肌丸来帮助自己获得幸福,完全是在用自己的身体做赌注。 古人如此,许多现代女性同样也在天天使用摄香,不少香水当中都含有摄香成分, 这对于想要当妈妈的女性来说是一件必大于利的事情,所以如果你正在备孕或者不想丁克一辈子的话,还是放弃含有摄香的香水吧。 如果无法拒绝,偶尔用一两次也是无妨的,只是要注意控制次数。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,喜欢我的请点关注哦。